孙总大 我一件事去想要你帮忙 你能不能跟你老爸这儿 有点规矩啊 这件事你必须得帮我 对不起大家 休息十分钟 我谈点家事 什么事 我一朋友失业了 你得帮他找一个工作 什么朋友 男女的 男的 我上司 饶饶 我跟你说过 咱们家不是一个慈善机构 我这儿不是什么人 都能来混饭吃的 再说你上司他会什么呀 我这儿又没有管公司 你让他来干什么 他干什么都可以 他非常有才华的 但是你给他的职务得好听 而且薪水还得高 你男朋友 不是 人家已经有老婆了 而且老婆还怀孕了 那你图什么呀 我图他是个好人呗 想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 任谁都欺负我 就他一个人帮我 饶饶 这话我跟你说很多遍了 你说咱们家公司 现在发展挺好的 你随便找个职务 干你想干的事情 你回家里来做不挺好的吗 非要自己去勇闯天涯 很苦的 这个话我已经给您也说了很多遍了 我就是不想别人觉得 我是一个靠有钱老爸的 我得自食其力呀 好吧 这事我也不想勉强你 你需要我帮你 但是必须要答应我一条件 你说 帮回家主 这个勉弹 我看不惯那个女的 她怎么了 对你很好的 这几天天天要问我 小时候怎么还不回家吃饭呢 老爸 你觉得这一坎我能过吗 她才比我大几岁啊 年龄的事你甭管 我现在把她娶回来了 按辈分就是你后妈 这个我也不管 你们俩的关系你们自己论 除了回家还没有别的 没有 这是唯一条件 唯一 那你准备给她一个什么职务 你觉得呢 怎么也得是个领导吧 月星怎么也得上万吧 行 那只要你答应我这条件 你明天让她来找我 我不能让她来找你 因为我不能让她知道 是我在帮她 真幸运 你知道吧 这事我安排 明天让她到人事部找王经理 谢谢老爸 那好吧 这个事情如果你帮我办成了呢 我就回家来住 一言为定啊 赶紧去吧 我这还可以回去 谢谢 我走了啊 我走了 在哪儿呢 外面瞎溜达呢 我在咱们公司附近的咖啡馆 你快过来吧 有好事 什么好事啊 你过来就知道了 快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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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什么好事 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他们公司招人 听说还是主管级别的 我把你的情况 跟他们说了一遍 他们对你非常感兴趣 要么你去试试 什么公司 通达集团 我去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啊 去试试呗 说不定别人就看着你了 行 试试就试试呗 这个是那个公司的地址 还有电话 你去了就找这个人 谢谢 没事 祝你好运 我叫刘一阳 是来见任师部王经理的 你好 任师部这边左转 好 谢谢 你好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我叫刘一阳 是来见任师部王经理的 你好 任师部这边左转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好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我叫刘一阳 您觉得这职位对您合适吗 营销主管 我 我好像对这方面的工作 不太了解 您不是广告公司的吗 对啊 广告跟营销是有共通点的 没关系 你可以在工作中学习 您的意思是 要我了 如果您还满意这个职位的话 月薪一万块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啊 这是我们董事长交代的 我们就得照办 你们董事长 我不认识你们董事长啊 您认识不认识 这个不重要 我们董事长是我们大老板 他交代的事情 我们就得照办 那你们董事长 贵姓啊 孙呢 孙通达 王经理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呢 回家再想想 因为我对这份工作 实在是太生疏了 我怕搞砸了 这个没关系 只要您人来就行了 别的工作 会有别的同事帮助你的 那 这不就等于养了一个废人吗 那您的意思是 我宁理 谢谢你啊 我觉得我还是回去再想想吧 我想明白了之后再答复您 谢谢 告辞了 咱俊呢 你姨妈来了 给你 中午要烙馅饼 真的 太好了 谢谢姨妈 赶紧给刘宇洋打电话 行 快回来吃 她最爱吃馅饼了 好 这就去了啊 行 你你你你打电话吧 我给你你妈去弄那肉馅 好 好 要那样的话 能更好一个会儿呢 对 就是说 对 变成 喂 你好